不见欢迎回来 秋意渐浓 今天我们来养生 先将一剂掰成小块 把上面的根顶去掉 放在盆中 用清水反复的冲洗干净 将皮轻轻一搓就掉了 切成薄片 鲜姜汁水煮 建议另外新鲜的 放在炸汁机中 倒入适量的清水 炸成汁 把渣子过滤掉 只留姜汁 6-7个大枣 再成枣片 勾起一把 用清水泡开 同时去除灰尘 南瓜一块 去紫去皮之后 切入小钉 糯米粉一小碗 用榨好的姜汁 边倒边搅拌 搅拌到没有干面粉 揉面 揉成面团 糯米面很软 很容易成形 我们取一块出来 团圆 做成丸子 枸杞泡水之后 控干水分备用 锅中倒入剩余的姜水 加入适量的清水 烧开之后 放入南瓜丁 糯米丸子 轻轻搅动 防止粘锅 加一勺红糖 枣片 如果有米酒 可以倒入适量的米酒 米酒煮熟之后 酒精挥发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最后我放入枸杞 丸子都飘出来之后 出锅 生姜红糖 糯米丸子 秋天天气渐凉 来一碗 软糯香甜 趋寒暖胃 下来无事试一试 我们下期再见